如果一个女演员拥有一个高挑的身材 一张美若天仙的脸 一个近乎完美的外形 又有精彩绝伦的演技 被业内外无数人肯定 拿奖拿到手抽筋 想必应该很出名吧 而这个女演员不拨眼球蹭流量 不上综艺 不搞真人秀 不搞直播带货 没有社交平台 只是一心雕琢演技 想必应该是个特别受人尊敬的演员吧 答案是 不 他没有 相反 他反倒在一夜成名后 承受了无数的诋毁和谩骂 流言蜚语如疾风咒语般 落在他挂满泪珠的脸上 因为演一个角色惨被封杀 应该是影视圈里很罕见的事情 可他却在光芒万丈的一瞬间 被一脚踩灭了灯光 他头上的天空乌云密布 一路磕磕绊绊 一路跌跌撞撞 头破血流 他就是演员汤唯 就这样改写了他的结局 悬美比赛出身的汤唯 踏入娱乐圈的衣食是很幸运的 25岁出道第一部电影《锦花燕子》 就拿了个优秀女演员奖 众所周知 真正让汤唯红透半边天 也导致他被封杀的作品 是那部回遇参半的色界 虽然汤唯凭借卓绝的演技 一举斩获了金马奖最佳新人奖 但电影上映后 汤唯在电影中的片段 被无数人嘲讽和谩骂 从电影角色转而攻击他本人 最终他被口水淹灭 那一年 汤唯28岁 正是女演员颜值和事业的黄金阶段 可惜因为那部电影 那个角色 让他本该一路坦途的事业 千疮百孔 支离破碎 巨大的舆论压力 让汤唯的事业举步维艰 那几年 怕观众不买账 没有影视剧敢冒险找他拍戏 每况愈下的资源 间接导致他被封杀 于是重新开始 成了汤唯唯一的出路 2010年 远赴韩国发展的汤唯从零开始 在拍摄电影《晚秋》时 与韩国知名导演金泰勇 擦出不少火花 彼此情投意合 最终 《晚秋》在韩国大获成功 一举掌获十多个大奖 汤唯拿到最佳女主角 也嫁给了离过一次婚的金泰勇 丈夫金泰勇的家境非常殷实 本以为汤唯会相夫教子 享受优渥的生活 可他却不甘心 当一名一来伸手 反来张口的阔太太 他要证明自己的能力 这也是多年来他的坚持 明明有一张漂亮的脸蛋 却偏要用演技证明自己 奇怪的是 汤唯又成功了 2022年 汤唯开始双手插兜 在韩国影台没有对手 他主演的爱情片 分手的决心 一举让他包揽了 五个韩国电影圈里 分量极重的最佳女主角 更奇怪的是 打遍天下无敌手后 汤唯却渐渐淡出荧幕 放着千万豪宅不住 偏要去乡下 种彩养鸡 近日 汤唯参加一个访谈节目 无意间曝光了自己的现状 让很多网友惊诧不已 主持人问他 最近在拍什么戏 汤唯却说 最近没有 天天在种地 可能对于演员来讲 有些话只是场面话 或者干脆是个人设 种不种地 没人知道 但汤唯是真的在自己种地 演员 小海日 证实了汤唯的说法 汤唯亲自打理菜园 汤唯身边的朋友 经常看见他戴遮阳帽 穿粗不易 攥着锄头 在地里认真劳作 甚至会享受到 汤唯亲自烹饪的美食 为了能够进一步贴近大自然 方便照顾那片宁静的菜园 汤唯放着千万豪宅不住 索性搬到乡下住 当然 汤唯不仅种菜 还养鸡 养兔子 陪着两个女儿在慢生活中 寻找童真的快乐 慢慢成长 放下浮华的名利 远离喧嚣与吵闹 又不用为生活劳累奔波 独自欣赏那片静美 在宁静的乡村小境 这种惬意又舒适的生活 让很多人心持向往 又非常羡慕 可是当汤唯晒出 他的乡村小房子时 很多网友便坐不住了 纷纷调侃起来 这是想象中的乡村小屋吗 这不是茅草屋吗 原来汤唯在这种地方种菜 一点也不羡慕了 有人说汤唯的消失 是娱乐圈的悲哀 也有人说汤唯实在太可惜了 还有人说汤唯不图名利 却名利傍身 他活得让人羡慕 其实汤唯真正让人羡慕的 是那种拿得起放得下的生活态度 不管曾经多么风光 或者遭受多少诋毁 他都不曾留恋一丝一毫 也没有抱怨过一字一句 他只想按照自己的生活方式 简单平静地度过一生 仅此而已 汤唯从小便出生在 素有天堂之称的杭州 因为父亲是画家 母亲是乐剧演员 自小家中便充满了艺术的气息 而他也受到了不少熏陶 身上充满了艺术的气质 由于父亲每当完成一副作品 便会让他观赏一番 小小年纪的他 不仅脑袋灵活 嘴巴也很甜 看见父亲的作品 他总忍俊不尽地赞赏道 爸爸真厉害 不愧是大画家 画得果真是栩栩如生啊 每次看见父亲的画 都不由地感到震撼 因此年幼的他 便想像父亲一样成为一名画家 父亲得知女儿的画家梦后 自然是鼎力支持 还经常教他画画 可缺少基本功的他 每次画出来的东西 总是差了一点感觉 再三犹豫之下 他便决定以后不再像父亲一样当画家 而是像母亲那样的演员 年幼的汤维便带着演员梦 慢慢地长大 高中毕业后 为了追求演员梦的他 便前往杭州影视训练班接受培训 可早已独立的他 并未开口向父母要钱 因此 他必须承担起自己的房租以及生活 于是他便靠拍广告 打零工来赚生活费 即使生活很辛苦 可他从未有过抱怨 直到2000年的时候 极具天赋的他 果然顺利考入中系 进入中系后的他十分努力 积极参与校内的各种表演活动 因此老师对他很器重 身边的同学也十分羡慕他 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大碗 在繁忙的学业下 时间过得飞快 不知不觉他就即将毕业 由于在校内的优异表现 所以一毕业 他就参演了几部戏 可戏播出后 一直都是反响平平 直到2006年那年 他与田宇合作拍摄的 《景花燕子》上映 极致勇敢的燕子 令人印象深刻 他不仅凭借该剧 拿下百合奖的 优秀女演员奖一举成名 还收获了属于自己的爱情 据说在拍摄《景花》时 他与男主田宇 两人因戏生情 互生情愫的二人 最终大方地公开了恋情 恋爱后的他过得十分幸福 但他并没有沉浸在 爱情的甜蜜之中 反而开始努力工作了起来 那时大导演李安 正在为影片四届选角 男主已经定了影帝梁朝伟 可女主一角却一直待定 这让圈内不少女演员 挤破了脑袋去试镜 世戏的人很多 可始终没有令李安动容的人选 就在李安一筹莫展之际 汤唯却出现了 这场戏筹备开拍时 最令人期待的莫过于那三场感情戏 在拍这三场感情戏时 李安也十分慎重 为了让汤唯与梁朝伟 能够更加投入在角色之中 他将现场的工作人员都清理现场 只留下摄影师进行拍摄 在如此私密的环境之中 演技精湛的二人 在镜头前演绎的精彩绝伦 汤唯还为艺术现身 经过他们二人的精彩表演 四季一惊上映便爆火 作为女主的汤唯 更凭借剧中精彩的感情戏 被夸演技精湛 还因此一夜成名 可大火后的汤唯 还未来得及感受成功的雀跃 便遭到了不少非议 意义最大的便是那长达 七分钟的感情戏 由于二人的演技太过精湛 因此假戏真作的谣言 传得沸沸扬扬 一拖成名的舆论也愈演愈烈 更有网友说道 汤唯能爆火靠的就是一拖成名 我就不信他们没有假戏真作 这话一出便立刻将舆论的压力 掀到了顶峰 师爷受到重创后的他 曾一度郁闷 可就在他最需要人陪伴时 男友田宇在得知四季事件后 因无法忍受该剧的大尺度 对他说出了分手 一夜之间 汤唯从事业顺利 爱情幸福的女人 变得一无所有 悲伤的他选择出国疗伤 在他荡开娱乐圈的那两年里 外界对他的行踪猜测不断 据说他在韩国的那两年里 每天早晨起来后去跑跑步 闲暇时与好友相约游玩 但对于演戏的热爱 他并没有忘记 还参与了韩国的表演班 进行更深层的学习 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 因此不少人开始猜测 他是否会重新回到荧幕上 直到2009年 他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中 还凭借《月满轩尼》 《晚秋》等多部影片 拿下金马奖等多个奖项 再度付出的他 达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还被人称为文艺片女神 在事业逐渐回到巅峰时 爱情也悄然来临 他与韩国导演金泰勇通过影片《晚秋》所熟识 《郎才女猫》的二人很快便互生情愫 可担忧四界风波的汤薇始终不敢迈出那一步 直到金泰勇对他表明了心意 并且还表示丝毫不介意他的过去时 二人便决定开始交往 在2014年的时候 交往有一年时间的二人 便决定步入婚姻的殿堂 幸福的两人还在他37岁的时候 迎来了家庭的第三个成员 一家三口可谓是幸福十足 有孩子后的他不仅要照顾家庭 还有忙于事业 心疼老婆的金泰勇便对他说道 老婆你好好忙事业 家里有我呢 丈夫的一席话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 于是在去年的时候 略有名气的他 开始在各种活动中亮相 于是便有媒体采访他时问道 请问您这次回国准备待多久呢 您的丈夫和孩子回国了吗 他说道 这次回来还有一些活动 估计会待一段时间 我女儿没回来 由于并未回答与自己丈夫的情况 因此媒体便开始报道 二人已经昏变的消息 为了赌注悠悠众口 他只得向媒体表明 自己与丈夫感情依旧 只是不想在公开场合谈及私事罢了 出道25年的他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 但他并没有放弃 反而一直在努力着 今年更是凭借爱情片分手的决心 拿下多个奖项 如今43岁的他已经出道了许多年 不仅事业如日中天 就连家庭也是幸福万分 在最近的社交平台上可以看到 已经6岁的女儿已经逐渐乖巧懂事 结婚8年与丈夫仍旧恩爱如初 希望他们一家人可以一直幸福下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